走进客庄 客家人 客家情 堆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感动时刻 今年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要再开启认识客家的新篇章 尤其是在时下最流行的小旅行 让客家更加的动人 第一集我们要到屏洞内谱 最传统的蓝山变身风林 艳丽的花布成了娇俏苹果 玩出触动人心的新创意 我坐蓝山有13年 大家都说要做创意做创意 可是你没有基础的传统的服饰的话 要怎么去做创意 做了之后蛮有使命感的 就是要继续传承它 这么努力传承 因为客庄媳妇吕娇联 担心蓝山失传 所以一头栽进了蓝山世界 这个是客家小丽林 然后这个五个布扣 有出一个叫做我们客家叫做出头 出头天 蓝山耐磨又耐脏 象征客家勤俭直脯 在吕娇莲的翘首之下 蓝山也能够玩创意 担心蓝山 这个也是 担心蓝山 那这个呢 担心蓝山 这背面也有 Apple穿蓝山的感觉 对 这个是手机带 手机带卡娃一到不行 民众背在身上啪啪燥 变成了火广告 这很可爱耶 背出去应该很多人问吧 看到了没 巴比也穿上了客家蓝山 很有味道喔 有客家褥 对啊 大家都会讲说这个羊牛在穿这个 客家服饰 制作小蓝山也是它的专长 不管大或小 统统精致的不得了 花布在它手上一个小时之后 也会变身 变成代表平安的花布苹果 苹果树 这苹果树 其实它是一颗罗汉松 是因为不小心被我咬死了 缝着我们花时间 因为这个要把整个苹果的形状 给它塑造出来 就是用五片 然后给它组合起来 吕焦莲受创意 让蓝山与众不同 这个是蓝山蜂林 我的桃艺品 蓝山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 沉浸的蓝山奔放的红布 在小店里击到 十三个寒暑风帆预兆 灿烂了客家底蜜 出头的祝福 有最深的感动时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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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